這個離婚之後 還是有一些問題要面對 譬如說像共同財產 金錢分配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妳看 為什麼老師現在民生這麼好 就是因為他敢給 妳看他前妻到現在 沒有說過他一句不好的 他真的前妻如果身體不好 我還幫他處理醫院的事情 就是像家人 沒有婚約的家人 因為他是孩子的媽 他把孩子帶這麼大 已經很辛苦了 他把青春給了我這個 這麼樣的男人 廢物 你是怎麼樣的男人 詹老師 我是一個披心在月 到處在工作 無法陪伴他們的臭男人 女兒也二十歲 你也沒有 小的時候沒有陪到他 當然 所以我現在都 最近都有跟女兒 偶爾就講一些心理的話 把彼此的陰影 都盡量把它釋放出來 你確認女兒想聽嗎 很勉強 很乖 金錢分配的問題 是離婚當中最容易撕破臉 對 會容易饒死不相往來的一個 重點當中的重點 所以 當時關於金錢分配的問題 其實因為 他發生那個 社會案件的時候 他工作就是 因為他本身是歌手 本來 工作也是瞬間就零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是很清楚 他一定是沒辦法付出任何 不要說是散養飛 就可能他的生活費都有困難的 對 所以我已經很清楚這一點了 所以我並沒有跟他要任何的錢 對 然後而且那時候我也在幫他 一起在處理他官司的事情 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事情都發生了 他就真的沒錢 那就不能怎麼樣 我也沒有逼他或什麼 是 所以我就覺得沒關係 那 我有能力就我來負擔這個 嗯 對 只是那個時候 我們後來就 我們就有協議說那 我去工作的時候 主要就是給他爸媽 就是小孩的爺爺奶奶照顧這樣子 然後我去工作 對 然後主要小孩的 其實所有的金錢什麼都是 我負擔這樣子 哇 辛苦 還有一個更感人的故事 大家分享一下一分鐘 關於你的 我一個前輩的 他也是命離風俗專家 對 他離了三次婚 但是每一個老婆 都沒有對他有怨言 我問他為什麼 對 他說我離一遍 我就把那些財產 都給他們 就是我從零開始 賺 再娶一個 那他也想賺 再給你 這個是真男人 不是 最後一個最辛苦 對 命離界 不得了 你的禁斗金 沒有 就是這個氣魄 這種對家庭 所以他等於財產歸零 過兩次 三次 第三任 還沒離 後來又離了 還在一起 又離了 他現在已經第四任了 他跟我講這故事 所以三死 三活 對 他跟我講這故事 是第三任要離的 可是我是佩服他的 是真男人 從他的這個觀念當中 我了解到 男人拿得起 放得下 讓人家留點好名思 我的重點是 離婚沒有那麼悲哀 不是洪水猛獸 把它好好處理 都是互相加分的 可是要怎麼好好處理 這是智慧 像剛剛薛安娜講說 馬丁那時候 也贏回來說 他要離婚了 可是他是經濟大權的 妳是家庭主婦 那個時候 妳的心靈應該很恐慌吧 這個變成很弱勢 因為妳也是他的經紀人 因為最近我們社會的議題 就在討論家庭主婦的權益在哪裡 沒錯 他們的狀況更特殊 他老公賺的錢 是他老公出面去執行 可是工作安排是 老婆 薛安娜在 他等於雙重打擊 又沒有藝人 又沒有老公 你要怎麼 就是說這個金錢的分配 你到底要怎麼處理 才是讓彼此心甘情願 牽下這個字 因為這個剪不斷你還亂 馬丁說我戶頭 你有沒有知道我錢 對 那是在你的戶頭沒有錯 可是 是我安排的 而且是你幫他創造的產值 那你還不要付我薪水 那我來細說從頭的 而且 我幫你安排第一個工作開始 你先講完之後 玉琳哥要再講 因為這個是 因為你的處境跟雅雅是一樣的 我是一仰破九陰 我簡單講 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所有的錢都不歸我 全部都給我老公 很聰明 我跟你那個命理前輩一樣 是一樣 都給你 都給你 歡迎給你 我們要問Sannon 馬丁是 錢都給你管嗎 其實沒有 本來一開始我們結婚的時候 他是有想要配合台灣的文化 就是他問我說 是不是錢都要給你管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傻了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我好像有一點 我覺得我會 壓力 對 我覺得會有一點壓力 或是什麼 但 又不覺得說結婚我們 共同經營事業要分得那麼清楚 所以我就想說 那錢都進你的戶頭 然後 因為台灣只能有一個名字的戶頭 沒有兩個人的名字 可是錢屬於我們雙方共有 他就這樣認為 就是所有的戶頭裡面的錢 都屬於我們雙方共有 可是名字是他的 對 名字是他的 然後錢是雙方共有的 所以在使用錢上面他都會 不是小錢 就是使用大錢上面 他就會說 要投資的話 他會問我要不要經過我的 經我的同意這樣子 對 所以一直到要離婚的時候 當下我不是就很害怕嗎 我想說 錢都在你的戶頭裡面 你拍拍屁股把整個戶頭 他不給力量拿不到 對啊 對 你如果不願意給我 我就拿不到 我說 那我帶一個小孩 那我現在都沒有錢 我就直接跳下去就好了 我帶小孩跳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我會把我們一起 就是結婚到這樣 我們一起賺的 對 但是他一半 那他很有良心 那OK啊 沒有良心 那一半 可是他身上其實沒有現金 因為他把 都放在投資裡面 我是不能讓他買那些 什麼虛擬貨幣那些 但是他全部都去那邊 因為他很研究那一塊市場 我說可是你一半 你沒有現金給我 所以他就說 我會 借錢給你 所以一半 我拿去投資的 那還是很有良心 對 很棒 他就說 他就去借了現金給我 因為他比那個 投資的那個 不到那個 還是百合就對了 對 對 還是要擺著 所以他就去借了現金 一半的錢給我這樣子 然後 是本金還是後來的價值的錢 是本金 你看 他就應該要用 當初賺的價值的錢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在講好說 每個月我們的生活 因為以前他會記帳 就是他在負責管理前 所以他會記帳 他很清楚在 這個家就是為了這個小孩的時候 花費大概是多少錢 所以就講好每個月 他會一半的那個費用 日前那個財產一半那個 就是他投 那個是我們一起賺的 那個戶頭的錢 那你分開的時候就要一半 這個我覺得算滿有 良心跟廣告 而且很理性 都很OK 還不錯 離婚還要面臨一個很 比較讓人煩惱的問題 就是你無法不去在意它 當然我們都說 我們不要去在意 閒言閒語 但是對女人來講 名譽勝過一切 尤其在我們的社會 是比較傳統的 所以怎麼可能會不在意 別人的閒言閒語 留言傳來傳去 就是網路上的 一定會有很多閒言閒語 但我覺得都還好 因為反正那些人 你看那個受得了 那都講得很難聽 可是我覺得OK 講得你都懷疑人生說 確實他們可能還會講到家人 什麼的 可是因為當一人久 你真的對那些 就已經習慣了 對啊 而且會覺得那些人 我又不認識他 所以我不會去在意 可是我覺得比較 會比較在意的應該是 有時候就是身邊的家人 可能還是會 因為老一輩應該還是 比較不能接受離婚的這件事情 像之前我去就是親戚的結婚 像我表哥的結婚 然後我們身邊只要有親戚 可能為了關心我 然後提到就是我小孩的事情 就問說我小孩怎麼樣啊 什麼的 然後我爸媽就會 就會 他們的臉就會很不開心 然後就會趕快講一個話題 轉移話題 對 今天天氣 對 有一點冷 這個菜好吃喔 來 喝一杯 就馬上轉移話題 因為長輩的轉移話題 都很作作 很硬 很硬 對 對啊 然後我就可以很明顯感受 我爸媽就是可能 不是很開心 會覺得 這是可能對他們來講是一件 不是那麼有面子 就沒面子的事情 心裡有壓力 這個沒辦法 沒辦法 傳統的想法 我記得我姐姐 我姐二十幾歲就結婚 對 然後不到三十歲就離婚 那離婚怎麼辦 那只能回娘家 當然 你姐姐那時候有小孩嗎 還是他 有 那回家 帶小孩一起回娘家 那很慘 第一天我媽媽能忍耐 第二天能忍耐 第三天鄰居肥短流場 那個不是嫁人嗎 怎麼住的感覺 因為 因為他不會跟人家大聲嚷嚷 說他離婚了 到最後我媽媽自己也受不了了 委婉地說 要不然你 你外面找個房子住 媽媽幫你出錢 因為 因為我們那邊是鄉下 你知道嗎 對 我鄉下人那個 講八卦的嘴臉 對 他們沒有別的視座 他們那些 他們那些阿姨 阿婆 每天聚在一起聊八卦 本來講真的 講到後來沒有真的可以講 很可怕 所以我姐 連自己的家都 歸不得 是 都歸不得 就會被班弄是非 不會